第三农业团训练报复有个台阶管显 散布地固图规范 内萨入外奔台义应过流涅税库 出生啥内存在 农民用关行农方 农业发抗批料要为流涅合吧 为回到民众四个岁 而看在新北市平林团加年阿里山 如有一群农民在土地训练 推行有其中 加強水土布尺 尼请请训练 罗大批 猴死又犯狗 趁六哥不怕辛苦 他還記得要對碎年報復 尤其創意味 為了產量就噴農藥 為了省工就噴除藻劑 但是這裡是水源保護區 是集水區 那我們想說 如果大野一來的時候 這農藥會隨著移水 忽染到水源 那回萃水庫是 我們最乾淨的水庫 如果說受到污染的話 對於這個營養水 就有點不好 所以我們在這裡 就來做有機茶 切除草莓 草的動革中沒有體力 不過難用三條儲藥 減載六位儲藥 來港水兩葉水庫的情節 農藥和法國 被料的產量 要不提供 兩葉水庫 不但強行 水庫的輸命 和庫內的 沾一水丟度 每回都省發用水 顧受歲年 報復期 週後 稅土報此 秋冬蔥腰 像說我們在茶園旁邊 都有留反蔥帶 就是有一部分 是不種茶葉的 讓它長草 這樣子 如果萬一這個土 留下來之後 會被這些草擋住 那在旁邊 也種了很多的樹 甚至於在茶園裡面 也有種樹 在整本水庫的水庫 開拍1100公釵的 阿里山項六葉村 有一群農民 這裡的報復 突天算的 還可以是周遊記 觀行農法 在那幾件 周圍的客人 幾位有著農民 出農業中途 今天在那天下 內門診 那公用的 對飯堅 張青禍 六五年就開始在種茶了 種到六八年 做到六八年 因為農藥中毒 然後就沒有繼續再做 對整個環境來講 我們已經進到一些 綿薄的一些力量 想要改變這樣的一個環境 我們一共驗證的面積 已經是100多公頃了 無限農藥發酷 比了姑娘 輸到上海的南藥 鑽著原來的石態 等到重來上海 既然看到的鳳鴨蟲 還可以是 原來比上比下 現在都慢慢會 一一的浮現出來 水庫低水整的應用方 有重複的功能 整個水庫主要提供 港南提起 公開用水 比起水庫 共因台台北 幾下百萬三年的使用水 水延不復期 有精致 浪三改善土地 浪三度數位 中兩人之家庭 歐洲水排風 壓到汗汁 除了比土外 強烈水源 第二 去由其農民的大邊河 留到水庫的水 一間也變強烈的 要報復土地 不會流失的 比夫水庫 使用的書名 同民眾用水的安全